新聞介紹我來關心的是因為在路口交通蘇果平團 加以後比支揮保護的重心主任李玉凱 是特別發起7兩換更行的活動 活動所長的人依兩的人一組的方式開到桌布 含著將在加以市区3区45個里路口的換更行 切好清洗 希望透過這個活動正在立場 讓用路人更加安全 為了保障用路人的行車安全 該由比支揮保護的重心在尖叫一數十人 以一組兩人的方式 這都在庫告裡進行得路反光鏡的清洗 護護重心主任李玉凱表示 可能反光鏡是維護交通安全的工具 但一般是要等齊民通報 公布門才會進行維修、清理 例如一些反光鏡很久沒人清洗 也有非常6、10、10% 因此特別合照幹部 請結45例反光鏡如果發現破損 會隨即通報相關單位修理 公益活動其實我們每年都辦很多次 以往都是以捐學為主 那我想說今年以不一樣的方式 因為我以前是取經於清商會的部分 曾經辦過這個也是類似這種 擦拭反光鏡 我們是屬於全國串聯的 這個效果其實對用路人也是一個加強安全提升 因為很多反光鏡 我們平常在路上很多反光鏡它都有凹陷 或是已經很久都已經看不清楚了 那我們利用這種方式的時候可以把 利用我們西區所有的幹部 那他們去擦拭的時候 如果說有遇到這個反光鏡它有破損的很嚴重 我們可以順便也可以告知當地的里長 或是跟市政府那邊做反應 該曜比指揮部緯告團總幹事 丹麥光表示 中心的福德幹部都是提供的軍人 由須過分連的各行各藥營營擔任國鳳志港 平常是邊做一個立委單位 配有五名幹部 進行全民國鳳林務 平常是親立鄉立為人民服務 去南酒造關火營公益活動 先想到民家吃菜後不得 再講吃喝玩樂 探索世界 您準備好了嗎 旺TV YouTube頻道 帶您網路漫遊深入嘉義 最在地的美食 最及時的新聞 最感動人心的故事 只要滑動手指 全部完整呈現 現在訂閱 還有機會參加我們的抽獎小活動喔 馬上拿起手機掃QR Code 一起加入我們吧